這個過程就是在給它按摩 讓它那個味道擠 讓它再吃更深入 然後肉質方面會比較軟 排骨先要醃漬 不斷的幫肉質按摩 醃漬兩個小時入味之後 才能夠下鍋油炸 炸到金黃酥脆的排骨 搭配多種配菜 這道經典招牌礦工便當 一上桌 彷彿讓時間倒轉 我們這道礦工排骨飯 最主要是在做一個復刻 那以前我們這邊就是 建基煤礦 然後我們的金瓜石 我們鄰近金瓜石 就是我們的礦 那個金礦 那在這邊 不管是金礦或者是煤礦 都有非常多的礦工在股市後 那以前 為什麼叫做礦工排骨飯 就是很多他們要吃粗肉 那肉一定要吃肉 礦工他們大量的體力 所以他們一定要吃肉 所以礦工飯裡面不只說是煮排骨 其實還有控肉 那因為現在的人比較不喜歡吃這麼肥肉 肥膩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以我們的排骨為主 因為排骨的話它是肥瘦相間 那肥的部分比較少 那瘦的部分比較多 然後經過我爸爸的醃漬 特色特調的醃漬 然後我們把它復刻以前 看一看一定要吃肉 要做的時候一定要吃肉 所以要大碗飯飯要多 他們因為大量的流汗 所以口味一定會比較重 所以除了說排骨我們醃漬稍微 口味稍微偏重以外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在飯裡面 一定要搭配上重口味的醃漬的菜色 像我們有做我們的筍 用筍汁 這個是筍籠 爸爸特製的筍籠 醃漬的筍籠 然後每天早上現炒的酸菜 那酸菜豆干配上飯 這個重口味的對於以前來講 礦工他們吃得下飯 搭配上飯這樣子 然後再搭上我們的 我們非常 把我們店裡的招牌 都把它放在這一碗麵裡面 像我們的手工肉捲 然後我們的紅糙酥肉 跟我爸爸每天醃漬的小黃瓜 然後我們再配上一顆唐辛檔 讓這一碗礦工排骨飯是非常的 非常的豐富吃得飽 而鬆軟芋頭 新鮮小捲搭配Q彈的米粉 海鮮食材全來自旁邊的漁港 新鮮直送 這一條海鮮上面 海鮮 這條海鮮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產 這是我們新鮮的小捲 那幾乎在這一條線上的每一個店家都有 但是我們也是 去經由我爸爸做所謂的 古早味的烹調手法 去製作這一碗小捲米粉 那裡面我們選用新鮮的小捲 然後再搭上芋頭 然後用我們所謂的 我們粗的米粉 去搭上整個口感都會提升 因為細的的話 細的米粉比較適合炒 那我們做湯的話 適合用這種中粗的 然後它會吸上我們 我們精心控的那個高湯 廚房裡都是還原古早的好滋味 像是豐富餡料 包進薄透的豆皮裡 再放入油鍋 成了香噴噴誘人的雞捲 所以最主要你的我們的排骨就是 這個味道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等於做出老出動的東西消耗的力量 所以說飯那吃的比較多 飯吃的多一定你這個配菜一定要比較 口味一定要稍微比較重一點 稍微下飯 所以說它就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礦工排骨外 就是趙元它的原本 五六十年代 他們的那種礦工他們的吃法 用這種想法來做這個礦工排骨 我爸爸這個主廚的特別的調 他的去調整他的味道 然後調製這個內餡 然後讓你跟外面市場吃是不一樣的 然後爸爸的炸的手法 然後讓這一道五香手工肉卷 能夠呈現它最好的滋味 老闆吳俊賢每天一早就起床 和爸爸在店裡忙進忙出 很難想像說得一口美食精的老闆 本科是資訊業 工作一陣子之後有了轉念念頭 由於從小家裡開餐廳 而如木染之下決定改當廚師 回到家鄉基隆開店 就像我爸爸跟我講的 這個你當了一個廚師 拿的是菜刀拿的是國產 你就更不應該要去跟人家起衝突 因為你手上拿的是兇器 對 所以在這個從進入餐飲 開始學習到現在 我也歷經了接近 跟在爸媽身邊做打下手 從打下手開始前面 大概也經歷了大概五六年 然後一直到我自己出來創業 自己開了餐廳 到目前也接近十年 所以這個大概也 從打下手的時段到現在 已經接近了十五年的時間 對 我希望說 他可以把這份需要 當作一將來的需要 因為這 矩矩矩矩矩的東西 還要用心做做 他這個小孩本身是不錯 就是年輕人 風洞 比較不會太熟 他每天都來 他每天都來 他每天都去 他也是有興趣 這間富兒市的台式餐廳 不只賣餐點 二樓還有景觀咖啡廳 來到二樓 一覽基隆東北角美麗的海景 讓人心曠神怡 不用假日 這邊只要平常日 只要是出太陽 就會出 就會有非常多的遊客來這裡 所以 又附近又鐵道自行車的景點 就能夠帶動整個 在海邊 這個遊客非常的多 選在這裡的遠景 可以觀察很多 選在這裡是剛好一個緣分 我們本身也是在這附近 住在和平島 喜歡海 喜歡這個景 然後 我從台東開業回來以後 剛好遇到疫情 疫情 比較減緩以後 爸爸也是從行政處處 退休下來以後 跟爸爸聊了一下 就說 爸爸有一生的好廚藝 我是一路一直看一直學 所以我就想說 從來沒有一起合作過 那為什麼不來合作看看 所以我們就 剛好遇到了這家店 前一任的 前一任的經營者 他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想要結束這樣 所以我們就 就跟他談了一下 我們就把他接收下來 就跟爸爸一起做這樣 從資訊系 轉行當起了餐廳老闆 人生來個大轉彎 說繼續讓爸爸美食飄香之外 也讓父子的感情更加濃厚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